都是黑色芒果黃色,深芒果黃色的選擇 這個是相當有動感的 這個整個手袖設計 伸延到鎖骨的位置 是用Ruffle的形式去展示Style 不是連接到這裏 去到後肘的這個位置才是一個收尾的效果 它整個線條感是非常有美感的 它的線條感是做得蠻漂亮的 特別是在牛角皺的Cutting效果 它不是在鎖骨的位置做起點 是在鎖骨的位置做起點 有一點點像入了鎖骨做牛角皺的線條 它的設計也蠻有趣的 這個一點點誇張 但因為它是正式又不覺得很Over 我現在就配了一個黑色裙 打算配上一個穩妥一點的配搭 我自己覺得這個款式除了搭穩妥的A-Line裙 我覺得搭牛仔褲的效果也不錯 當然除了這個款式本身是斯文的觀感行先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搭配到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做事 也是非常合適的 當然我現在搭配了A-Line裙之餘 我也是蠻推介襯西服的 為始終這個波浪是一個雪紡的布料 這個是雪紡的布料 這個是雙面料來的 兩種不同的布質 它是用同一個色調的 有一個布質的對比度 再有一個層次感出來 它的線條也是非常連貫的 對,搭配到手袖的末端 做一個相當之有連貫的線條 那三身都是... 對,三身都是偏長身的 所以我剛才也說 可以搭配一些直腳腳仔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鞋子我就比較建議 搭配得斯文一點去搭配 去連接那個Ruffle的元素 對 你會說 鞋子 你會說 你會說 那些層次 你會說